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台塑網科技專案顧問紀委的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台塑集團在智慧工廠的轉型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這個是今天的報告大綱 主要第一點的話就是會介紹一下我們的服務團隊跟史基 第二點是疫情現在是一個新常態 對於我們製造業的影響 第三點是會說明到如何提升我們的生產力 第四點我們會舉例一下 台塑網科技如何協助製造業加速製造過程的進程 第五點會做一下案例的分享 以及最後做一個總結 這邊可以看到的話這個是我們台塑網科技的一個組織架構 我們主要有分三個事業群 有應用軟體事業群還有系統軟體事業群還有CIM事業群 主要負責的話就是有像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這個講白話就是像我們有做一些電子採購平台 或是像那個電子發票 那VPN處的話它主要是針對那個企業的核籤流程 也就是像Flow傳籤 像有些企業它如果要進行一化的話 像我們一些平常一些企業 例如像一些錶單 請假單出差單 如果要把它一化掉做核籤流程的話 就可以請我們那個VPN處這邊來做Flow的產品的介紹 那SCS就是那個Supply Chain 這是供應鏈的管理 那另外我們在系統軟體事業群有做整合一處就是做那個巡檢的系統 那整合二處的話是針對像POS系統 像我們自己台塑集團有很多加油站這個POS系統 就是由系統整合二處來處理的 那我是隸屬於那個CIM試驗群的MES處 也就是大家比較常聽到工業4.0智慧工廠這一塊 那另外我們還有那個智能服務處 這個是做能源監控的部分 還有那個智慧環控處 這個是做公安環保 像現在ESG比較流行的議題 這個節能減碳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有做後續的軟體平台的開發 那這個是我的那個一個簡歷 就是主要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成立主要還是服務集團內 那當然我們這幾年有開始往外推廣 就是說把台塑的一些醫化的經驗做推廣 這個後面會來介紹 那接下來就看一下就是說 像這個是截取一些媒體新聞的報導 就是說相信大家對這個都很熟悉 像最近這個禮拜就是疫情其實也是不斷的升溫 那所以面臨了一些挑戰時候 其實大家都感受得到 那至於有什麼挑戰呢 我這邊簡單歸類一下 大部分就是人機料法環 就是缺工或是能力成本的上升 再來就是說你機器 你有心想要做智慧工廠 可是你可能機械比較老舊 或是說雖然老舊 可是它還是沒有損壞 所以要叫你換新的可以機聯網的設備 可以可是有點可惜 那這個我們台塑集團來 這個其實台塑集團都有遇到 所以這個待會會做經驗的分享 那再來就是說像供應鏈的吃緊 原物料的上升 或是說像接下來就是說 很多公司現在都是還是用人工抄表 用Excel紀錄 那這個針對Excel紀錄的話 我們也是輔導過很多廠商 其實用Excel紀錄不是不好 如果你可以達到該有的效率的話 其實我們通常也會建議客戶就是說 沒有必要為智慧化而智慧化 這個我們待會也會舉實力來分享 並不是每個客戶100%來 我們都會建議他導MES 並不需要 因為企業生存就是講本求力 所以你導入這個系統 假設你花200萬 那我當然是希望創造出500萬1000萬的效益 假設你花這200萬 達不到這個效益的話 那我們會建議客戶不要導入 那例如再來就是像環保意識 剛剛有講到ESG的部分 這個也是現在就是說 很多出口歐美的公司 你可能有需要這個部分的話 有需要出口歐美 有需要一些環保認證 那MES怎麼樣來協助你們 那我們接下來講到一個切入一個重點 就是數位轉型 其實我們在做諮詢的時候 最常遇到客戶就是說 我現在公司經營工廠經營在生產製造 也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說我來了解一下就是說 所謂工業視點裡是什麼東西 那數位轉型有沒有必要 那我們這邊可以提供一些經驗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數位轉型其實是數位科技加商模轉型 也就是說今天像各位在場的先進 有聽到很多Solution 像剛剛前面的全運國際 很多新的Solution 這個就是科技帶來的轉變 也就是說十年前可能沒有這麼科技 沒有這麼發達科技 所以你想要轉型也沒辦法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像5G一些PDA工業電腦 Sensor都已經升級了 如果你的製造思維生產思維還是留在10年前 甚至20年前 那你可能短時間不會感覺到有壓力 可是當5年後 你的出口的廠商或是你的客戶都要求 你要出生產履歷 或是你的碳足跡 你可能沒辦法提出來 這時候你就會遇到問題 那當然到那個時候 你要再來做轉型的話也不是不行 只是可能會晚一點 所以這邊提到數位轉型 剛剛有提到兩個 一個是數位科技 數位科技就是說 隨著時代進步有新的科技應用 讓我們要保持 讓我們的公司維持競爭力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就是說 有哪些科技是可以協助你的生產來做升級 那更重要的一點是那個商模轉型 商模轉型就是說 像我可以舉例的話就是說 像台塑集團 你可以看到它的本業其實是在石化業 可是它會漸漸的往外去拓展 因為它會覺得說石化業受景氣的影響非常大 那如果我是跨各個行業的話 如果我的核心能力可以往外延伸的話 其實我受到景氣的波動 就會對集團的衝擊會相對的比較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像台塑集團這個月就有宣布說 在宜蘭要跨入那個威士忌的製造 它在宜蘭的工廠要轉型做威士忌的製造 那它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核心的競爭力來做威士忌的製造 最主要就是要去做商模的轉型 那商模轉型不是說你想轉就可以轉 你需要有一定搭配的一些做改造 所以這個話就是說永續經營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們這邊最後有一段話 就是說有訂單沒有人力 你有人手沒有毛利 有毛利沒有盡力 這個是我們現在很多遇到的問題 很多企業遇到的問題 不然也不會有很多公司需要去大陸去越南 那趁這個機會就是說 這個科技的在隨著時代進步 我們如果有機會來做生產升級的話 可以留在台灣生產的話其實是比較好 因為相對的法規環境 在台灣是比可能你在越南東南亞都會比較熟悉一點 那些變動的成本會比較少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統計就是說 一般來講做數位轉型有幾個比較大的原因 第一點就是提高營運的效率 這個我想大家都了解 再來就是增加市場的競爭力 再來是降低營運成本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也想要做 具體要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台塑它的數位轉型的歷程 這個就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這個最主要要說明就是說 其實台塑它不是一觸可擊的 就是說它也花了蠻多時間的 包含剛剛像各位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台塑自己在轉型的話 有很多機器它為了機聯網 它可以用的設備 你要叫它把它捨棄掉買新設備 那些廠長都捨不得 因為這個都是利潤運中心制 廠長他自己要去扛那個成本 所以要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們台塑的一個關燈工廠 就是它原本也需要很多人手在這邊 現在你可以看到工廠 現在平常是關燈的 這個只是為了照片 平常是沒有燈的 那就是都在中控室 那怎麼做到你的生產可以產量增加 那良率OK 出貨還OK 又不用很多人工 不用跟你討論就是說 這個工作很枯燥無聊 我不想做你去請外勞來做 這個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MES可以來做 來協助你來做生產履歷 其實我們很多客戶來要求我們做MES 都是主要是要做這一塊 就是說歐美大廠有要求他們要出生產履歷 生產履歷當然這個對客戶來講有好處 為什麼 你這個製造過程生產參數都有紀錄 我只要發出客戶瑕疵 你可以回去追溯 當初我是用哪一批參數 哪一批原料 哪一個作業員生產的 那很多客戶跟我講說 我現在用Excel紙本也可以回溯 那沒問題 可是你看 你那紙本你要把它翻箱桌櫃找出來 或是你那Excel你就慢慢找 可是你填的資料到底正不正確 你自己也沒有把握 那這個是現在比較夯的議題 就是ESG 那我們MES就是針對公司治理這一塊 主要是focus在生產管理這一塊 那剛剛像前面有幾場都有提到 這個設備採集的重要也是很重要 可是我們MES並不是只有設備採集 所謂的Grabby Gym Grabby Out 所以你如果採集很多數據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用這些數據 其實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MES其實它是一個工具 來協助各位來做製程的優化 來做改善 它是一個工具 那你要怎麼用這個工具就很重要 這個是我們最一般的 就是簡化的資料流 就是說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ERP會輸入訂單 那MES第一個步驟就是把ERP的訂單 轉工單 然後跑到各站去流程 各個生產站去跑流程 然後你可以透過MES來追蹤 你現在這張訂單的進度 然後各個生產站的狀況 良品不良品 那當然每個人 每家的每個廠業的製程 不一定完全是這樣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資料流 給各位參考 那有很多客戶 他其實有跟我們提到就是說 像我們公司沒有ERP 那可以倒MES嗎 那其實他遇到很多MES廠商 跟他說不行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需要訂單轉工單 那其實在我們的立場 協助站在台塑網科的立場 以站在工廠經營的角度來講 你不需要ERP的話 那我們就是幫你建立一個 可以把訂單轉工單的方式 例如來講就是說 你的訂單如果是e-sale檔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幫你 讓你把e-sale檔放在一個資料夾 用訂單把它匯入 我們就是寫程式去把它轉入 我們的MES系統 這樣就可以解決客戶沒有ERP的問題 因為客戶沒有ERP 你為了要倒MES 讓他去倒一個ERP 其實也是沒有必要 所以就是說 在我這邊要表示的就是說 其實MES它是可以分很多模組的 並不是所有的客戶都需要完整的MES 你可以針對你的部分 像有的客戶 他是比較需要倉儲管理的部分 我覺得對進出庫管理 需要把它E化 因為我的生產製程非常簡單 非常單純 沒有什麼好E化的 也不需要導入MES 那OK 就是針對你的需求來做調整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 MES的核心管理功能 那我們這邊剛剛有講到 像你現在可以透過一些掃條碼 或是RFID的方式 來讓你的生產 來做有效的E化 原本你可能有一張工單是在製造現場 那每一站的話 功能就是 操作員就是生產完 去把相對應的數字填到 填到你的工單上面 然後這個工單就跟著各站去跑 那我們現在導入MES的話 這個就要把它E化掉 你可以保留工單 可是你的資料流是在MES系統上跑 有的客戶說 那我想要保留工單可不可以 那可以 就是說工單還是給現場作業員去看 可是你這個資料流是在系統裡面跑 也就是說我是廠長 我是老闆 我可以坐在辦公室 我就知道這個訂單 現在的生產狀況 我現在機台生產狀況是如何 那像現在很多客戶問我說 導入MES最主要的效益是什麼 我只要問客戶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你的工廠上個月的生產加動率是多少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那可能就有需要導入 如果你知道那恭喜你 你可能就是E化的程度比較高 那我問這個幹嘛呢 因為很多客戶他跟我講說 他的訂單已經排到年底 可是現場生館排單 生館排單 不總是就是我的現場設備 總是on tight在run的 那生館製造跟他反映說 我們要增加機台 那人士跟他說我們缺人 那採購跟他說我們缺物量 那你是老闆 那你要怎麼決定呢 因為你沒有有效的工具來做管理 你問生館他就說 有啊我可以排的我都排了 訂單我已經排滿了 我可以排的都排了 那沒有辦法生產 那不是我的問題 那有可能是模具的問題 模具要送修 或是你們有外包的流程 所以你沒有一個有效的工具的話 你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就沒有辦法有效的對症效藥 那我們所說的有效的管理 是要有實際的數據 不是你說了算 我們是透過MES 真真實實的把你的生產加動率抓出來 讓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說 我現在是缺工還是缺機器 缺設備還是缺料 還是我生管有問題 或是純粹就是我的生產的績效不好 我所謂生產績效就是說 我們才說成績有試過 把一樣的訂單 一樣的設備 一樣不一樣的功能 ABC般去做比較 有的班別它的績效就比較好 那我們就要問 一樣的訂單 一樣的設備 為什麼你績效不一樣 這個就可以拿出來做改善 做檢討 所以你要有工具的 所以MES來講 我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是利用MES來做製程優化 這個是一個MES其中一個模組 就是針對說 你可能完成了之後 有一些成品 你製造完成有一個成品 那我們成品的話 可以去做E化管理 因為相信各位先進 如果有用ERP 你也知道說 ERP可以看到庫存的數量 可是你不確定說 如果有ERP 就知道就可以做庫存管理 那就不需要WMS 那最主要的問題 實際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說 你在ERP的帳 跟你實際在倉庫的料 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還需要盤點 盤點常常會盤虧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現場沒有管理 也就是說我這邊有帳 可是實際上已經被取走 可是你並不曉得 那就是我們在實際倉庫 沒有做管理 所以導入WMS的最主要用意 就是說我進出庫都要做管制 要怎麼管制 你可以掃條碼 可以用RFID來管印 那這個資料必須要即時回傳到 我的倉庫管理系統 那我的WMS又是跟ERP去對接的 那你這樣才能料帳一致 才能減少你每年在做盤點的時間 那也可以做有效的管理 例如說 我可以知道說 某一個物料 它的進出貨的狀況 去不需要調整 這個還有先進先出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現場管理就是說 倉庫人員去拿貨 他只要拿到相同的東西 我不管他這個是進來多久 明明有比較久的 比較早進來 他也是先拿新的 因為比較靠近 比較方便拿 他就先拿 那以公司管理的問題 一定要先進先出 可是問題你的系統沒有管制這樣 那如果你導入WMS的話 系統就會指定你說 你要去哪一個除位 拿哪一個物料 去來做先出貨 這個物料已經入庫比較久了 這個相對應的都是有這樣 相對應的管制 那企業的競爭力不外乎 就是這個點點滴滴累積起來的 那剛剛講的是MES的功能 那當然它還有延伸的部分 因為我們通常在我們自己集團內或外 在寫出客戶在導入的時候 其實都是分階段的 那你如果第一階段的 一化已經做完了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第二階段 也就是說像說有的生產 它是有那個模具的問題 那我們那個MES系統就會協助來做那個優化換模 也就是說你的訂單的話 工單生產的順序它會協助來做排程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智慧排程 那一般這個現行的作業都是深管在排的 那我們的話 當然這個智慧排程這邊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它智慧排程並不是一觸可擊的 智慧排程它第一個它還是要收集你的排單的經驗 也就是說你為的資料庫夠多 讓系統來學習如何來智慧排單 然後你做了智慧排程的話有什麼好處呢 第二個就是說可以減少你的預備時間 提升生產效率跟縮短工時 這個都已經在我們實際的工廠內有在實施 那倉儲管理的話就是剛剛有提到 你結合你生產管理系統 你可以進入到物料 那我們像現產的話 這個都已經出貨的資料都已經標籤化 因為你在MES導入的時候 我們台書很強調一個管理就是一次輸入多次運用 也就是說你這個資料已經前面有輸入過一次 後面的人我們就希望不要再輸入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可以怎麼用呢 你這個資料我們從ERP拉過來 透過你的生產 採集生產的參數跟資料以後 後面你是不是要入庫 是不是要出貨 這個相對應的單據 我們都希望你不用再人工再去提打了 都是要從系統把它出出來 你人工只需要就是說 把這個標籤貼到貨物上入庫 然後出貨單 然後出貨單的話就是從我們的MES系統 抓到相對應的出貨資料 變成要出貨給客戶的出貨單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現行其實很多公司是在用Excel來做管理 那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或壞 純粹在於就是說你需不需要導入MES 如果你的工廠像我們也有遇到客戶 他請我們過去評估 那我們評估完 我們真的建議就是說 他的製程非常簡單 那相對應的報表也非常簡單 那其實這個頂多就是花點時間 把Excel套一些公式 其實這個是不需要做MES 因為我們就實際跟他講說 你導就算很便宜 花了80萬 100萬 可是這個效益出不來 這個就對你沒用 那我舉例來講像我剛剛講 我們最近有幫一個客戶來導 他說我導這個大概三個月就回本 我說怎麼可能 他說我每天光花加班費 我們那些同仁 就為了對那些出貨資料 因為他們的出貨規格非常繁雜 出貨單那個規格都要一個一個去對 那我說你們現行是怎麼作業 他說就是把要出貨的訂單 從每張訂單用Excel剪貼剪貼 我說他出100個規格 你這張單就要100個規格 他說對 而且數量數字全部要重對 你如果導入系統 這個就全部一一化掉 我只要按一個鍵 這個出貨單就出來 他說那這就少很多 那他一開始還不相信 我說沒有什麼不相信 因為你這系統資料就是有 我不需要人工再去拉Excel 他說可是我們現行都要去拉Excel訂單 對 所以我說剛剛我們在show 那個資料流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從ERP去拉訂單 就是為了要讓資料流一致 就是說你這些訂單轉成我的工單 它系統都是唯一性的 包含你之後要出入庫 出庫做出貨單 做相對應的報表 它這支資料都是有唯一性的 那有唯一性 其實程式它很笨 系統它很笨 電腦它只認得0跟1 所以你讓它太複雜 它都認不出來 可是你如果讓它很簡單 它的功能就很強大 所以像這部分的話 如果對客戶有效益 那我們評估 那你導入 這樣是雙贏 就是說我們有協助到你們 那你們這個效益也真的有出來 那像那個客戶他們就跟我講說 他導入之後 他原本的同事 不用再去做這個 純粹做Key單的動作 他可以去調去其他更有價值的職位 那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就是說 系統可以來協助現場 如何來做一一化 來做升級 當然我講的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MES其實它可以升級的很多 那有很多要做優化改造的時候 也需要透過科技產品的輔助 像我們實際在做的話 像做 像我們有一個製程是南亞銅箔 那它銅箔整卷出來的時候 原本是做人工來做瑕疵的檢測 一卷一卷的銅箔用人工 用人眼來檢測 現場配很多人 因為它大規模生產 我們後來透過現在科技的輔助 就是有瑕疵檢測的那些sensor 用影像來辨識 它影像辨識它還是回傳到我們MES 我們MES收集這些資料的話 就可以把不良品有效的統計出來 那把不良品擷取出來 那完整的成品入庫的數量 那就直接都出來 所以這些相對的一化 每個廠當然是不一樣 這個需要深入再討論 那接下來我講一些案例 首先就是我們有幫一個客戶來做 就是智慧製造 就是說它那個是塑膠社出廠二代 接班 它原本的製程參數都是記在老師傅身上 那個參數要調多少都是老師傅自己知道 那你透過MES的話 MES我們有一個叫工廠建模 就是你要把全部的規格的參數都建在裡面 那你不同可以調整 可是不能不建進去 因為不建進去 它都沒有辦法去做後續的生產 那這樣的話 可以把我們一些老師傅的一些參數 來全部的記錄起來 那你也可以有效的記錄 就是說這種參數 相對應的我的產品的良率是多少 這個都可以做記錄 可以做查詢 那第二個案例是 我們有協助一個壓縮機製造廠商 來導入MES 那它這個部分是做生產追溯 就是它現場利用那個平板電腦 結合原本的產線 收集機台的數據並回傳 將生產計畫跟作業管制透明化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 我們現在開發的系統都是webform的 也就是網頁式 有點像你開Google的網頁 所以你只要可以連內網 手機 平板 電腦 都可以連到MES系統 那隨時就可以看到你的系統的生產狀況 那像這個我們有協助一個航太公司 來做 他們是做飛機引擎的零件的 那幫他協助他導入智慧倉儲 就是結合生產跟那個倉儲管理系統 來把它節省就是說透過倉儲管理整合倉庫的軟硬體作業 然後達成生產物流的數位化 庫存資訊的即時更新 縮短收發貨的時間 縮短收發貨的時間 節省儲運空間 另外這個案例是我們有配合那個明治科大 來做研發 就是說透過AI演算法 我們把收集到的生產的 深管它排的工單的順序 來做AI智慧排成 那我們這樣累積下來就是說 可以有效的提升生產數據 你原本的深管就可以取代掉了 那這個我們以每個月工單600張來換 這樣的節省成本是150萬 這個是 這個我剛剛有補充 就是說這個需要一定的時間 就是說你的資料量 資料庫要夠 讓系統可以做學習 那最後我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台塑網成立是當初在2000年 那個鑑於就是說有很多客戶 來參訪我們台塑集團 那我們王永慶先生基於分享的一個理念 將我們一個 資訊部的那個工業4.0的小組 把它獨立出來 變成台塑網科技 那我們主要就是 針對我們台塑一些優化的經驗 來做對外分享 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